两天的比赛 德约科雷奇苦战五盘以6-43-67-63-610-8的比分 利克纳达尔 继2016年美网之后再度晋级大满贯南单决赛 出于比赛环境连续性 统一性的考虑 今天的补赛继续在顶棚关闭的环境下进行 客观来说 这样的环境也更利于德约科维奇这样类型的球员 毕竟塞尔雷亚人士和费德勒旗鼓相当的是那场作战高手 反观纳达尔 西班牙天王能打进半决赛 已经创下了他近些年在全英俱乐部的最佳战绩 随着年龄的增长 草地对于纳达尔愈发的不友好 即便是温网第二周草地磨损严重 但是这毕竟是草地而非宏土 场地性质方面 两周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 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 彼此之间太过于熟悉 对手有哪些弱点 也是心知肚明 巅峰时的德约在执行快节奏压迫纳达尔战术时 揭发球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今天的补赛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塞尔维亚人巅峰时的揭发球水准 利用场地特性和自身的节奏 双管旗下紧压对手 这是德约科维奇本场比赛 击败纳达尔的制胜法门 当然 无论多么精妙的战术 都是建立在球员强大的自信基础之上 本赛季在经历了北美的低谷之后 德约科维奇在自信心方面的提升 有目共睹 尤其是来到了全英俱乐部 经历数次风波的考验 曾经那个血性十足的德约科维奇回来了 一个逐步回归的德约科维奇 需要对手锤炼 纳达尔就是这个锤炼过程最重要的一关 一旦完成 重护新生 欢迎回来 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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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